夫妻兩走在巷弄內準備要回家 看起來還很悠哉 但沒有想到下一秒巷口 衝出一輛汽車 直接就往兩人身上撞了過去 幾乎是完全沒有踩煞車 老公緊急跳開 只有輕傷 但妻子整個人被撞 彈飛 又重重摔下 爐內出血 倒臥脅迫之中 嚇壞附近店家 一個太太就倒閉都飛了 他就是要撞那個太太 因為他衝很快 我也是站在這邊 我就趕快撞 趕快撞 事情就發生在27號下午3點多 台北市新龍路三段上 而撞人的竟然還是 受傷老公的親哥哥 隔兩天范嫌居然又帶著汽油 到醫院被警方掌握行蹤 攔下小黃準備將人逮捕 但沒想到男子反而將汽油 往副所長身上倒 民眾看到來幫忙 封信副所長一個大外哥 就把范嫌壓制在地 附近民眾也趕緊上前幫忙 制服男子 事後瞭解 兄弟倆是為了增加產 才引發衝突 在我看來 我父親有從 有努力從司法解決 問題是司法不公 司法沒辦法給他一個清白 所以他才 他才這樣做 知道爸爸被抓了 無信嫌犯的兒子 也趕到派出所替父親報區 但這已經不是犯嫌第一次進出警所 之前因為房子強制執行的問題 已經有多次這個妨礙公務的行為 去年就曾經為了房子揚言開瓦斯銅引爆 這回竟然直接開車重撞 弟弟夫妻黨兄弟之情 蕩然無存 記者 季冠紅旅警 台北報導